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好玩 好开心 学到很多东西 我喜欢发学 甚至学习 很好玩 新学习模式 带动学生自主学习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电子学习是世界的大趋势 科技改变了我们生活 工作和娱乐的方式 所以二十一世纪 我们的学生是需要学一些新的技能 而教育界正正就是 需要培养学生 学习一些新的技巧 2008年10月 政府成立了货本及电子学习资源的发展小组 在工作的期间 发言社会普遍认同我们需要在学校推行电子学习 电子学习帮助到我们同学学会学习 帮助到我们的老师照顾同学的学习差异 电子学习总体来说 可以给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一个更有效的学习环境 我们期望社会各界可以共同努力 改善我们下一代孩子的教育 什么是电子学习 电子学习是透过电子科技媒介 促进各种学与教的策略 来达成学习目标的学习方式 资讯科技教育策略的目标 是透过资讯科技 成功推动学校教育的范式转移 由以货本为主导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转向互动 同意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政府在2008年10月成立专责小组 研究货本及电子学习资源的运用和发展 专责小组除有向教育局局长提交报告 会报层讨论的议题和提出建议 在考虑专责小组的建议后 教育局推出电子学习策略 包括这五行徒师 电子学习世在必行 各界反应亦非常良好 很多学校多年来不断尝试不同电子学习方案 他们为何会那么全力支持电子学习呢 有一世纪的小孩 他们需要一些新的学习方法 新的学习环境 去帮他们用一些新的学习方法 去掌握新的技能 新的能力 而我们推行电子学习正正就是可以帮助他们 在不同方面掌握这些能力 所以我要很赞成教育局 在今次电子学习的先路计划里面 强调是有不同伙伴的合作 除了我们教育界里面的同工之外 我们还有商业界 出版界等等不同的伙伴 一起去推动和协作 那就更加有效地可以去帮助我们推动这些事情 电子学习试验计划是整个电子学习策略的重点 教育局期望试验学校能够发展 试验和评估何时和如何推行电子学习最为理想 能够有效推动互动学习和学生自主学习 并且照顾本港不同课程和不同学校的学生学习能力和风格 试验计划的另一个目标 就是探讨以符合商业效益的营运模式 发展电子学习资源 以满足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需要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电子学习方案 伙伴的参与不可划决 资讯科技教育日趋成熟 学界和业界的合作 逐渐由供应主导的模式 转变为需求主导 这个改变突显了业界和学界沟通合作的重要性 试验学校终会成为电子学习的研发中心 推动改革 业界不再只是产品或者服务供应商 我们鼓励学界和业界结成伙伴 做到专业分工 攀手跨进Transformation的阶段 要进行电子学习 教师就需要大量的电子学习资源 为了减轻教师尋找和制作资源的工作量 教育局验证发展一个网上课程为本学语教资源库 以便教师能够轻易地找到合适的电子学习资源 和教学建议以作教学参考资荣 资源库的第一阶段发展已经接近完成 并将于2010至2011学年继续优化内容 第二阶段发展也会从201011学年开始 电子学习试验计划的另一个目标 就是探讨以符合商业效益的营运模式 发展电子学习资源 以满足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需要 教育局会向公营学校 派发为采购电子学习资源而设的一次过部分 由于市面上常见的电子学习资源 多数是支援教师教学的资源 比较少辅助学生学习的资源 这一部分可以鼓励学界多用电子资源 同时鼓励业界开发有关资源 推动市场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电子学习资源市场的发展 政府委托香港教育城发展安全的 网上一站式商店基础设施 提供给学生、教师和家长在网上 向不同的供应商购买电子学习资源 同时鼓励和推动供应商 研发电子学习资源 展示产品和进行网上交易 这个电子平台也会处理数码版权管理事宜 并且设立所需的付款设施 我们预期有关电子平台 可以在2011年全面启用 电子学习是大势所趋 不过始终都是新尝试 有人担心使用电子学习资源 很容易会侵犯版权 又有人担心电子学习 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任何新的事物 家长都会有紧张 正如大家都留意到 我们的电话、电脑一天千里 我们的转变实在太快了 现在这个所谓电子学习 家长的担心是什么 会不会只想着上网、打机 还有会不会影响社交生活 大家更加担心 网上有些盗版侵权的问题 但是总观来说 我觉得电子学习是一个新的学习模式 我相信是会对我们的小朋友 学习里面能够更加有效 和更加有兴趣 做教师的工作 日常都要製造很多学材和教材 在实在这些资源上 其实我们都会遇到 可能会有一些侵权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想侵犯到反权 我们希望有一些资讯 关于处理侵权问题 希望多些教育和宣传 就会令到我们制造的过程中 更加顺畅了 教育局很明白家长和教师的关注 所以我们会联同其他专业伙伴 举办有关的认知活动 和制作资源材料 提供相关的意见和支援 加深教师、家长和学生 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电子学习的推行 有来社会各界的参与 其中包括学校、学术界、 资讯科技界和出版界等 其中家长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我们才可以发展一个可持续的 和富有香港特色的电子学习模式 和富有香港特色的电子学习模式 在这两个问题的中心 你有没有想像